去到明天 7月2日九點鐘 接梁大英三國 很開心 香港這麼多結出的少年 發生在青少年當中 和衝擊立法會有關的 一些事情確實是令我十分擔心 我想問梁特首 一句說話 假如是你的子女 李華會作出惡意的批評 大家都應該反省一下 到底青少年 在我們立法會當中起到一個什麼作用 恕我直言 梁特首 這些行為 不僅顯露出他的淺薄 無知 而且 冷血 涼薄 我覺得這是不必要 該表達的訊息表達了 我記憶中 我沒有說過 我會做好行政長官 應該做他工作 我不會辭職 或者民間也有很多人願意做自願軍 我想說的就是 這件事 純粹是一件我們自己的家事 是跟社會無關的 確實是需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為什麼可以被極少立法會議員 利用成為他們騎劫 我們的工具 當我知道梁特首 他原來是一位特首 這個時候 我不敢倒抽一口涼氣 我實在為社會大眾 有一位這樣的所謂 特首 覺得擔憂 我是以強烈的譴責 我感覺極之憤慨 和遺憾 我今天說這番話 是公關伎倆 亦都是語言藝術 多謝大家 你有沒有見到一個 你有沒有跟你說些什麼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 你可以訂閱我兩個YouTube頻道 和按讚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好多謝 好多謝 嘿嘿嘿 只想順順夫婦唱唱歌 為何你要認定我已經走錯